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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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那接下來是趙元要為我們介紹強大神秘的LHC 中文翻譯叫什麼 忘記了 其實應該大家幾乎都聽過Triple W是在SERN 在歐洲西亞那邊做出來的 那最近很紅的Higgins Barson也在那邊在Announce 那趙元有在那邊的工作經歷 那他要為我們介紹一下說 就是在Large Hadrian Collider裡面 用到的computation相關的facility對不對 好 那就請趙元開始 好 謝謝 今天我要講的是關於LHC的計算網課 跟我們Open Source Software的關係 那我呢 我叫趙元 那同路上的ID是Ychow 那認識我的會叫我這樣 那我是台大物理系研究員 然後目前是在做高能物理研究 然後我平常也會玩Open Source Software 那當然我必須要講的是 我現在是用Open Source Software在做研究 那所謂的這個World Wide LHC Computing Grid 是這個SERN在繼那個World Wide Web之後呢 推廣出來的這個計算網格 那到底什麼是LHC呢 是我們在做的一個叫做 大型強制對抗性加速器的實驗 那現在播一段小影片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就放一下下就好了 那這個我們LHC呢 必須要使用這個超導體的磁鐵 所以我們必須把溫度降在負的271度 那宇宙溫度大概是3K左右 那這個是比宇宙溫度還要低的 但是那在對撞那一點呢 我們是在一個非常高的能量密度的狀態 所以它其實比太陽中心的密度還要更高 熱度更高 那LHC是在這個最大邊境的這個SERN的 附近的一個底下空島 那它主要是在地底下100到150公尺 那它主要是在地底下100到150公尺 然後長度是27公里 然後長度是27公里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這個藍色的管子呢 那就是素流管還有直接躲在的位置 那這個偵測器是我們參加的 台大跟中央大學參加的CMS實驗 那我們就先看到這邊就好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這個LHC的這個位置 它是在介於這個日耐瓦湖跟這個法國的這個侏羅山 那你看到上面這個山脈呢是這個阿爾卑斯山系 那我們先讓大家介紹一下SERN 它的縮寫是這個 是從它最早的名字 這個Consile Uhopin Hashnuclear 這是法文 就是核子物理實驗的委員會 那之後呢 它是在 看一下小唱 1954年的時候成立 然後後來它改組叫做 Organisation Uhopin Hashnuclear 就是粒子物理研究機構 那它當然縮寫不是SER 那 我們主要有四個實驗 它主要的是Atlas 跟CMS 這兩個大的實驗 還有兩個小的是 叫做RHCB 跟ADIS的實驗 那 當然在這個好下滑水的地方 這個休閒娛樂也是不可以少的 我按到 Sorry 那這個LGCE到底要做什麼用呢 請大家給我五分鐘講物理 那 物理苦手的話 就搖一搖就過去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宇宙的起源 是來自於這個 宇宙大地 當然是這張圖 那最早呢是 我們現在看到整個宇宙呢 在這個 宇宙學家的 的這種 理論模型啊 還有這個 天文學的觀測啊 他們認為是說 在一開始 宇宙式起源是一個 在非常高溫 非常 能量非常高的一個狀態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小的 高密度的一個狀態 那在 這個 宇宙大霹雳之後呢 它經過一個 膨脹的過程 慢慢的這個 一些 基本粒子呢 慢慢的冷卻啊 然後形成 現在的物質 然後慢慢的 經過重力的作用 形成這些 宇宙的星系 來到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世界 那我們想要研究說 在這個 宇宙初期的這個狀態呢 是這個 物理是怎麼 運作的呢 我們就 唯一的做法就是 我們把能量 往這個 高的能量這邊推 想辦法能夠 推到這個 接近宇宙開始的 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 有很多這個 之前的加速器呢 它就是想辦法 把能量推到很高的時候 產生 這些 已經衰變掉的例子 來做這些研究 算是一種考古學吧 那再來這個是標準模型 我一定是否在這邊講標準模型 好 它 我們都知道說我們的物質呢 大小是大概在 公分等級 所以大概 10公分左右等級 那 物質呢 是由原子所組成 原子是由這個 原子跟原子核所組成 那原子核外面當然是有電子回繞的 然後原子核中間呢 則是由這個 這個 質子跟中子所組成的 那質子跟中子呢 在這個理論模型之下呢 它是由 跨克所組成的 那這個跨克總共有三個族群 然後 這個電子這一跟 電子這一系列的 也是有三個族群 那我們在現在 自然界能夠看到的 只有這個 電子 電子為中子 還有這個 上垮克 底垮克 是自然界 穩定存在的 其他的都是從 加速器實驗中 重新再創造出來的 那 除了這些 基本例子之外呢 還有 我們四個基本 作用力 那 強作用力跟弱作用力呢 是在原子核裡面是重要的 那一般在 這個自然界呢 重要的是電磁力跟重力 那 重力都不用講 那電磁力之上就是我們能夠結合這些 原子 然後 能夠 我們可以抓住物體 就是靠這個電磁力 那 除了這個電磁力之外呢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這些所有的力呢 它都是 有這些 所謂的 媒介質 所傳力的 那 除了這些媒介質之外呢 還有一個是 我們 在理論模型裡面 還有 預言的有一個 叫做 Hicks Particle 那這個 Hicks Particle 以前形成它叫做 Garden Particle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 預期說 在這個 物體能夠有質量呢 是因為 有這個 Hicks Fill 這個 系格市場 那這個系格市場 在經過 對稱性破壞之後呢 才會產生質量 可是我們一直沒有看到這個例子 那 所以這邊有四個 主要的問題是LGC 希望能夠解決 一個是質量來源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系格市例子 那再來是 暗物質跟暗能量 那有一些可能的 模型 可以假設說 OK如果有 這個超對稱的物質 或是說 有更高 維的結構的話 那也許 可以 可以 在這個 HC的實驗裡面看到 那另外一個是 反物質的消失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物質 在這個 加速器裡面 產生都是 經過這個能量 會產生 等數量的物質 跟反物質 可是我們現在 所有的宇宙 看到都沒有看到 反物質 都是 大部分都是 人為產生的 或是 短暫產生 但是又可以 對面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 研究這個部分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 宇宙出席的狀態 它的這個 流體力學啊 還有一些相關的 多體的性質 都是在 可以在這個HC 進行的 所以好 這部分結束 那我們要怎麼做 研究呢 當然是重新全部 再把它做出來看 那 藉由這個 愛因斯坦這個 1等於 mc2的這個公式呢 我們可以 對生出 粒子跟反粒子出來 那當然 說說是沒有用 什麼樣的圖有真相 那 理論學家 它的 模型就是這樣 畫一畫嘛 我們看到 直直對撞以後 產生 定化克 跟反定化克 然後還會有 不同的粒子 甩變出來 那我們剛剛 事實上 我一直用這個底圖呢 它是這個 怎麼 講說以前這個 粒子物理實驗 他們都是用拍照 在這個雲霧市 看到這些軌跡 來做這個研究的 那在 我們現在這個 數位的年代 當然就是 要數位化嘛 所以 下一個 我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偵測器 那 它實際上就是一個 大型的這個 數位相機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直指數 在對撞之後呢 一部分會發生 反應 產生出不同的粒子出來 那 它這些粒子 就會在我們偵測器 有下軌跡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非常明顯的 有四個 很長的 能夠一直穿透到 然後 這個偵測器外面呢 是苗子 那這個實際上就是 這個 這個 系格式粒子 產生的四個 苗子的勢力 好 就這樣吧 接下來 我們講一下我們的 偵測器 那這個偵測器呢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 下面有這個小人呢 是這個 比例尺 那我們參加的 這個 CMS實驗呢 也是類似的 那它總共是有 十二萬 一萬兩千噸 然後它的高大概是 五層樓到六層樓高吧 那它 從側面來看 它有不同的 指偵測器 所以我們其實 用一個類比來看 那我們 一般講說 數位相機怎麼拍照片的 就是我們 收集這個光線 然後通過這些 不同的濾鏡呢 然後 在這個CCD上面 記錄一下 這個光的位置 跟強度 那我們做 這個 偵測器呢 一樣 例子的偵測器呢 它還是做成非常多的成像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張圖 這個圖 sorry 呃 玩到了 等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透過不同的這些 偵測器跟材料呢 我們可以濾出不同的例子出來 然後記錄它的位置 跟它的能量 我們就可以反對所有的那個 運動狀態 所以呢 我們總共有大概 一百五十個Million sensor 一般的數位相機 大概是幾個Million吧 現在最好的 那我們的解析度 可以到十幾個Million 你可以想像你的頭髮大概有 一百到兩百Million出 所以 你可以知道這個 精細度的高點 那 因為我們是 只要記錄到 這些例子的 運動的那個 基本 軌跡 所以我們只需要 記錄它的位置跟能量 跟它的種類 所以呢 我們大概 拍一張照 大概就是1Million左右 那 我們的加速器 每秒可以有 四百萬次 呃 四千萬次的對撞 那當然不可能 每個對撞都記錄下來 我們最快的 連拍速度也只有三百 三百KHz 那 我們經過一部分的 初步的篩選 可以 進一步減少到 大概三百 HZ左右 所以我們的 原始數據大概就是 三百Million 每秒 這是有經過壓縮的 那 相對來看呢 大概每年就是 十到十五個Panda Byte 那一個Panda Byte 大概就是一千個TB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把它燒成光的一片的話 它可以堆到 大概二十公里高 或是說呢 你把它通常 裝在一TB的硬碟 那每年大概就要 一萬五千顆硬碟 這還沒有考慮到 擁有當真正式的問題 那還好呢 是因為我們的加速器 它不是馬上就產生 那麼多的數據出來 它是慢慢的 像最早 這是2010年是綠色 然後2011年是紅色 然後今年是藍色的線 我們累積的數據量 你可以看到 我們今年累積的數據量 到 才過了一半 今年過了一半 就已經 相當於去年一整年的數據量 那這麼大的數據呢 要怎麼做呢 就是靠我們這個網格運算 那我們網格運算 那你可以把它講成是一個 取用軟硬體計算資源的一個基礎建設 或是說 它是一個共享軟 這些運算資源的一個 虛擬研究機構 那 我們 就目前來講 這個Cloud Computing 我沒有看到一個 很嚴謹的一個定義 但是我們在這個Grid Computing上面 是有很嚴謹的定義 第一個是 它是一個 非中央級權勢的控管 decentralized 然後它是走開放標準 為了要能夠 把不同 地方 不同研究機構的機器 能夠串起來 我們必須要接受這些意識環境 然後能夠提供一個很高品質的服務 那 這個Worldwide LGC Computing Grid 主要是從2002年提出來的 然後 它的設計完成是在2005年 然後在2008年 跟隨著這個LGC的實驗的開始 來進行服務 那它主要結合了三個大的網格 一個是 歐洲的這個 European Grid Initiative 它是 前身叫做 Enabling Grid for E-Science 然後 美國的這個呢 是 叫稱之為 Open Science Grid 然後還有 北歐的這個 Nordic Data Grid Facility 那 它目前情況 現況 運作現況是 我們 大概 整合了大概 三百個 資料中心 那我們有 總共 我們都是用X86 都是有大概 三 三十四萬個 Core 連起來 然後我們 透過這個 10GB的光纖網路 把這些主要的這個 計算中心 連線 所以我們可以 這個速度來 搬資料 那我們 希望能夠 達到的就是 每年15個 Penabyte的 資料量 的 處理能力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中間的部分 就是 Cern 我們稱為 Tier Zero 就是 第0級的這個 資料中心 然後我們 在得到數據之後呢 很快就把這些數據呢 分送到這個 11個 一級的資料中心 然後再 細分到更大的 二級 三級 資料中心去 那我們 在中文院的這邊呢 其實它也是 其中一個 一級資料中心 而且它是 亞洲區唯一的 一個一級中心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總共有 11個 資料中心 他們是靠著這個 LGC OPN 光線網路 串連起來的 這邊我要幫 SCC講一下 就是 這個 中文院的網路 這個中心呢 他們其實 每年要付這個網路費 其實是非常的可觀 然後 經費其實也蠻結局的 但是呢 就 即將呢 在這個 南航也要 加入這個 Tier One的行列呢 所以我們 還是要支持一下 好 這個主要的 這個我們做 這個分析的過程呢 從 最源頭開始是 我們稱之為 Online的 Data 就是從 這個 偵測期得到資料之後呢 我們會 很快的送到 這個一級跟二級的 資料中心 來做一個 資料重建的工作 然後同時呢 也會有 這個 Money Carl的模擬 來 來 根據一些 理論模型來 產生一些數據 那我們 來 這個使用者呢 則是 透過這個 他們的 例如說 Tier One Tier Three Tier Four 這個 Center呢 它連線進來 然後去存取 這個 Tier One 跟Tier Two的這個 數據 來做一個分析 那我們 不搬 數據 我們盡量把這些 數據 做一定程度的 分三四的儲存 然後 所有的 使用者的 這個運算 都是在 不同的 這個 數據中心 就是看哪一個 數據中心有你的資料 你就去 那個數據中心 來做 你實際上的運算 那 我們 一開始講說 我們要談這個 WSCG 跟這個 但是其實 那個WSCG 本身一整個 就是一個 開放原始碼的 這個計畫 那 從最底層開始 我們所有的 資料中心 都是採用這個 Scientific Linux Scientific Linux 最早是 一個稱之為 Femin Linux 的一個 distribution 那 在1998年 從開始 它是基於這個 Red Hat 5 一直到 Red Hat 9 然後 他們 在Fermilab 他們有 做一些這個 安全性的 patch 還有一些 tweak 就是他們有 做一些修正 那 後來 大家都知道說 Red Hat它停止了這個 Red Hat Linux Femin Linux 然後開始採用這個 Fedora 跟這個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Femin Linux 的 方式來做它的 散布 Femin Linux 接著就決定說 OK 因為我們不可能 隨意像一般使用者說 不斷地做這個 update的動作 所以 所以 接下來他們就採用的是 這個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的Source 重新編譯來使用 稱之為這個 Centive Linux 那最早是在2004年的時候 Fermilab 它推出了第一版 然後很快 在一個月之後 Sern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 未來的趨勢 所以它也加入這個 合作行列 所以一直到目前呢 Sern跟Fermilab 他們提供的這個 Centive Linux 目前最新版是 6.2跟5.8版 大家可以 但一般人都覺得說 OK 為什麼我們有了Send 為什麼還要用這個 Centive Linux 但是Centive Linux 主要是 有這個專門的 我們有做 這個security的人員 在維護 而且 對 我們做實驗來說 有專門維護的人 我們也可以有一些 有固定的support 那當然這個 因為是open source的 所以你也可以 download下來用 這樣子 再來是這個 Global Toolkit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稱之為 這個網格工具箱 那它最早就是 1998年開始 開發出來的 它結合了很多 這些基礎的application 還有它的函事庫 那藉由這個開放標準的協定 來整合這個Grid的這個 抑制環境 那重點在這裡 我們網格的 其實是靠著這個 所謂的Grid Middleware 這個 重點軟體 來把我們一些傳統的服務 還有一些必要的 service 來做一個整合 那其中當然包含了這個 你要做登錄 你需要有認證 有certificate 然後你要有 這個基本的 這個運算節點 儲存節點 然後還有 你一個database 能夠記著 你所有的這些 data 放在哪裡 然後有多少人可以進來 還有一些做 這個 resource broker 我們稱之為 resource broker 就是它會分析說 你需要的運算資源 你能在哪裡 把你的jub送到那個地方去 那比較簡單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 這個jubflow 一開始當然是使用者 它有的 拿到了他們的這個 憑證 使用者憑證 也就是跟我們現在這個 自然人憑證是一樣的東西 它就可以決定說 OK 我需要分析某一個 某一個數據 某一段數據 那它就會把它的 需求寫在這個 所謂的jub decision list裡面 然後送到這個 work management system 那這個 workload management system 它就會根據 你所需要的數據 然後去看目前 所有的資料中心 哪邊有你的數據 然後哪邊的 這個運算節點 是有空閒的 所以就把你的jub disc送到那個 那個運算中心去 所以這邊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你的 你的程式 你的 你跑的這個運算呢 必須是要在 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面 執行的 然後你不需要去管說 你的數據在哪裡 這一切都是由這個 WMS這個系統幫你做決定 這就是所謂的decentralize 然後在你完成這個運算之後呢 你還可以把你的輸出 存到另外一個資料中心去 然後這個所謂的bookkeeping 就是它會記著你所有的 使用量啊 然後跑了多久啊 當然這主要是你如果是 像commercial應用的話 你需要用來計費的依據 就是從這邊來的 那另外我們做這個分析 用了一個很重要的軟體 叫做root 那它事實上是一個 也是一個open source的軟體 而且是以C++來寫成的 那它提供了一個是 一個互動式的 C++的一個直譯環境 所以你可以直接 就像給script一樣 你就寫一個C++ code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run 你不需要compile 然後它提供了很多的tool 可以讓你做一個 data fitting就是 數據擬合的動作 或是說做一些 統計上的運算 來知道說 OK我們這個 看到這個信號 到底有在多少的信心水準之下 它是有多少的標準差這樣子 然後它基本上是我們 目前LHC使用的一個 標準的一個運算環境 然後它還有不同的這個package 它是可以link進來使用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注意 這個LHC的這個運作 那LHC也是希望大家能夠 來瞭解說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提供了這個Protocyte 還有不同的實驗 他們有提供他們 個別的這個outreaching的網頁 那其中一個呢 你可以看的是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download到你的手機上 來用的一個application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現成的 如果我把它開起來 所以就可以看 就可以放大縮小 好轉啊 看說這個 你看到這個 從偵測器裡面抓到這個數據 長什麼樣子 然後再來是 在這個Google Earth呢 它也提供了一個 幫我們做監控的一個 KML 你也可以download下來看 它就可以直接 你就可以即時看到說 OK這個 哪邊 哪個資料中心傳了某一包資料 到另外一個資料中心 然後 還有它不同的資料中心 在跑什麼工作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是一個Java寫的 也是一個監控程式 那可以看到說 OK台灣在這邊 然後歐洲在這邊 這是一個可以轉地球 只是因為現在網路關係 我不想這邊demo了 然後我想說 今天講的這些呢 你物理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當故事 聽一聽過去就算了 但是 我們想 跟大家分享 這個主要是說 因為我們做這個研究 完全是靠 這個 不同國家他們的 這個經費 所以 根據這個精神 所有的這些研究成果 除了 軟體是open source之外 所以我們的 所有的物理結果也是 是open access 你可以不需要 訂閱任何的期刊 你就可以下載 所有 我們在期刊發表上的論文 那 上個月呢 我們公佈了一個 在HEC看到 可能是西格斯例子的一個例子 那 大家可以連到這個網頁上去看說 相關的這個訊息 那我們有不同的這個 同事呢 他做的是在找這個圍觀黑洞的 我們叫 mini black hole search 到目前為止他也沒有看到 所以 我們還在繼續做其他的實驗 那 以上 還有 希望大家 喜歡今天的介紹 謝謝 還有一分鐘 不必急著搶便當 就是 剛剛大會給我說 1點10分以後 領便當不用便當券 因為好像有很多人 沒有拿到便當券 然後便當應該也有一些多出來 所以 我們還可以問問 不必急著去搶便當 大家雖然肚子餓 但便當數量是夠的 謝謝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像沒有被物理擊倒這樣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有沒有問題 那個 念物理系的王佑忠 有 有沒有 好 請 剛才提到就是 他都是 decentralized 可是 我剛才看到 投影片上那個 workload 他是分配workload的時候 他難道不是一個 centralized的 分配工作的一個 機制嗎 其實他是有 不同的 WMS Server 然後 你 你所有遞交的 他就是 你送到那個WMS Server 他做一個媒合的動作 所以所有的resource 他其實是 就等於是share出來 你只要把你的 只要有Jub進來 他就會接受 那這個媒合的動作 只是幫助你說 你這個價錢要丟到哪邊去而已 你要是 有個地方Jub塞太多 他就等於是 一直Q在那邊 浪費時間 可是這樣 你可以自己指定說 你要丟到哪一個site 這是可以的 所以 這是沒有centralized OK 然後 沒有的話 就 謝謝趙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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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